啊 等了那麼久 看到這個東西終於發貨 這個檔我覺得蠻好用 左邊的位置我用來塞奶媽 這邊的位置就塞另外一些不等的手機 中間位置就塞一些流流流流的東西在裡面 另外我實驗過呢 這部東西應該是Switch平板形態這麼大的 可以放進去 可能應該Win Mini應該都沒問題 那我Win Mini現在到了香港倉 預計他們明天才會發貨 那我想明晚就應該收到 唉 我的東西終於到了啦 等了那麼久 終於來了 由7月預覽圖出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鎖定了目標 這個應該是我今年買過最值的UMPC 然後8月或9月預訂 9月預訂之後又要等一個月 10月尾數之後又要等到11月 正式發貨那天開始 去到大概4-5天左右 終於這東西出現了在我桌面了 不說那麼多 開 開 啊 呀… 呀... 呀... 一開馬馬看到它的手繩 宣布會換材料的時候是他們送的一個小袋 我要的東西就在這兒了 好 好緊張啊… 首先有這個 200元優惠券 這比較簡單的 主機在這裡 另外 裡面送了一個可以掛繩的A-C adapter 兩腳插鬆 PDO大概是這樣的 好像最高60幅 先吧 沒什麼特別 哇 終於要來了 看看 這麼小的東西 我一隻手可以拿起來 打開 拆全機 英俊 一般操作手法來說 可以碰到G和H那邊 所以打字應對我來說 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 不要那麼多 開機 我看到後面紅燈閃了 應該正在開 開了 開了 本來沒試過摸到這麼小的機 還要這麼厲害的機 好 我現在拿機去做一點設定 其實如果就這樣看 這次這個螢幕也是直螢幕 它沒有像Win Max2那樣有個弧度 就是說可以貼一塊薄的磨砂貼上去都可以 說起來都算幸運 這次Win Mini到貨的時候 我並沒有發現有什麼太大的瑕疵 這部東西應該說會成為我的新主力電腦 不是說740U或者780M究竟有多厲害 而是我買了32GB版 完成 如果在很正音的情況之下 才叫做聽到少少風扇聲 嚴明正新鮮 740U 780M 32GB RAM 我買的是512GB版 不知為什麼它們要和我隔了個位置 我之後就會開始針對這部東西 開始做一些customize 等一下再說一下我用這部東西 究竟說法用來會覺得怎樣 東西正在弄的時候 我先開第二件東西 先開了這個保護套 好吊鬼啊 金屬拉鏈頭 不過這東西我只是打算用來擺的 都未必會打算用來 實際拿來裝東西 剛剛選上硬碟的時候 看了一看 我的硬碟是SN740來的 已經被我買家裙裙那邊的人 擲他熱啊 耗電啊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打算換一隻硬碟的 大概1TB的PCIe 3.0硬碟 因為我都不需要太快 那沒有時候我換出來那個DRIVE 就應該會另外找個TARDIS盒收起它 都裝了少少東西 講一下我用了一天之後的使用感受 首先以520g官清重量 實測530g的重量來說 它真的很輕 拿上手的負擔感 比起我之前那部6吋機還要低 當然可能因為這部是7吋 那我在Motion Assistant那裡 就把運行那時候的TDP 設定了做10W 同時關掉CPU boost的功能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 至少有一個比較省電少少的用法 大致上是這樣 雖然是這樣寫的 但是我其實中午的時候已經充了一次電了 不過因為我今天差不多全天都在這裡用 這個關係 120Hz暫時來說 對我的使用體驗沒有太大的分別 因為要用都是這樣用的 那我下了一點的Apps 來使使用體驗更加復古 例如下了這個Headline Reader 是一個RSS Reader 那我就用它來read我的RSS 一些電子東西啊 Blog啊 還有一些旅行資訊 然後一開機我就安裝了這個Explorer Patcher 那就模仿回Windows 7 和Windows 10的介面上去 另外有一個叫做Capecar 就是一個貼在Desktop上面的Calendar 那我現在還在摸索 究竟怎樣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類似手帳的形式 那說回使用感受上面呢 用下的時候大概這個位會異熱地 說熱地其實摸下去是有少少暖的樣子 但是未至於太熱 那這個位其實是SSD的位置來的 出了好奇我們都用了Crystal Disk Info來看 那最初期看的時候 我在15W狀態之下呢 它的溫度是44度 那我現在降了去10W 再關掉Turbo Boost之後呢 它現在的溫度大概在34度 那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 但是因為512GB不是太夠用啦 所以最後一定都是要換Hard Disk的啦 那我現在默色當然在淘寶 我沒有用過1TB Hard Disk來換的 Keyboard的手感都屬於不錯 我站在這裡打字的時候 可以看得清楚 盲打就暫時未必可以的 同時另外也買了一個App 叫做Controller Companion 那透過這個Apps呢 我可以令到它的操作方式 完全不需要用頂頭 那這個做法其實就 我自己覺得就幾符合 以前UMPC的使用習慣 都屬於滿意 而且都沒有太大的品控問題 那我覺得這部東西 真真正正可以搬我好長時間了 那今次Vmini的開箱 和一天體驗呢 就講到這裡了 對了多口講一句 Vmini只有兩個USB-C 和一個我完全沒有用的Oclink 那為了營戰這個Vmini 我之前已經買了大量的Adapter 那最後呢 我組成了這個K型組合 一個超長的U-turn 拿到工的C-C Adapter 跟手一個USB-C Hub 那就提供一個PDIN 一個Type-A HDMI 3.5耳機刷 和一個Type-C 那這個Type-C 我又用另外一個U-turn的C-C工圖 轉駁了這個 其實是一個LTE當告來的 那現在插了一張卡下去 就用它來上網 那實際插上去的效果是這樣的 以我們好玩 但是散熱口就應該失了少少 我還未知道會不會影響使用 到時才知道這個酒 真的講完了 那這部東西之後有什麼 我都會繼續拍片的 是這樣的